0-4不敌孙颖莎 早天吸纳无缘奥运女单决赛 赛后 日本媒体感到绝望 早天则表示 因为伤病 自己的状态不是百分百 已经撑到极限了 为了今天 已经努力了三年 感谢帮助她的人 对此也感到抱歉 孙颖莎赛后第一时间安慰了早天 也谈到了感受到了对手的伤病 她整个来说移动上 我感觉她有一些慢吧 然后打完也在问她的这种伤势 感觉如何 但我觉得还是能够赢下比赛吧 我觉得这就是竞技体育吧 第三军9比8的时候 秋之道叫了暂停 是怎么给你布置的 她还是告诉我不着急 一分分打吧 我觉得那个时候 其实那几分打的并不是很差 而且是早天搏杀两个包 还是按照自己节奏的 怎么展望接下来 跟孟姐之间的决赛 我觉得我们 我跟孟姐能够顺利 会试到明天的决赛 我觉得都还是无比的荣耀吧 因为我觉得 接下来可能是为了自己的梦想 跟自己的目标在战斗了吧 然后希望 当然我觉得明天的决赛的 我跟上街东京的 我可能也不一样了吧 所以说不管结果如何吧 我都希望自己不留遗憾